早在2000多年以前,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人体皮肤上有着许多特殊的感觉点。 先秦时期的著名一点,皇帝内经就指出, 气学所发,各有出名,并记载了160个学位名称。 近代皇福密编转了我国现存真九专科的开山名作《真九家》一经, 对人体340个学位的名称。 编名,位置和主置一一论述,代至宋代,王卫一重新立定学位。 定证额谬,赚助同仁数学真九图位, 并且首创研著专供真九教学与考试用的两座真九同仁, 其造型之逼真,端刻之精确,令人叹福。 可见,横躁以前,五国古代医学家就知道依据数学致病, 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数学学的完整理论体系。 数学是人体脏腹经络,气学输注出入的特殊部位, 它并非孤立于体表的点,而是与深层的组织器官有着密切的联系。 数学从内通向外,可以反映病痛, 从外通向内,接受刺激,可以防治疾病。 因此,数学又是疾病的反应点和治疗的刺激点。 静若学位是华夏中医的体系的一科独有的瑰宝, 在类目繁多的学位中,有着怎样的规律呢? 天地分阴阳,日月分阴阳,人体分阴阳。 天为阳,地为阴,日为阳,月为阴。 六辅为阳,五脏为阴。 人体上为阳,下体为阴,外属阳,内属阴。 后属阳,前属阴,通天合阳,通地合阴,阴阳皆合。 因此,在学位中带有天,地,阴,阳字的,如。 带天字的学位,天府,天顶,天书,天西,天宗,天窗,天荣,通天,天柱,天池,天拳,天井。 天辽,天有,天冲,天突,天,为前挂,为首,为肺,为骨。 因此,上述学位之功能,都与头颈,呼吸系统,骨骼相关。 唯有天书学,戏曲心为名。 天书心,为北斗七行之首,主天空之书鸡。 而天书学,在肚脐旁,主人体上下之书鸡。 带地字的学位,地仓,地基,地舞会。 地,为坤卦,为脾位,为足。 因此,上述学位之功能,与脾位,消化系统,足部有关。 带阴字的学位,阴氏,三阴交,阴灵犬,阴切,绝阴鱼,智阴,阴鼓。 阴兜,头翘阴,足翘阴,阴包,阴帘,会阴,阴交。 阴,为人体之一面。 脾位,到女性生殖,血液,清凉,下降等。 因此,上述学位之功能,与脾位,生殖系统,调血,降火相关。 且多在阴线经络上,带阳字的学位。 商阳,阳西,冲阳,阳谷,会阳,尾阳,阳刚,和阳。 复阳,阳池,三阳落,阳白,西阳关。 阳灵犬,阳交,阳辅,阳辅,阳阳关,智阳。 阳,为人体之阳面,男性生殖,元气,温暖,上升等。 上述学位之功能,与补气,生阳,生殖系统有关。 且都在阳性经络上,在学位中带有经,脉,古字的,如。 带经字的学位,成经,折经,经缩。 带麦字的学位,深麦,赤麦,带麦,急麦。 这些学位附近均有脉动。 带古字的学位,巨谷,腕谷,筋谷,竖谷,横谷,顽谷,曲谷。 这些学位均在骨骼附近。 在学位中带有风,气,血字的,如。 带风字的学位,丙风,义风,风门,风池,风氏,风斧,风斧。 风为六邪之一,风为百病之掌,风者,百病之十也。 上述学位,都可治疗风邪。 尤其后四个更是制风必用之学。 带气字的学位,气舍,气护,气海,气海鱼,气血。 这些学位都与人体之气相关。 气舍,气护关系宗气。 气海,气海鱼,气血则关系元气。 带血字的学位,血海。 此学位是调理血脊,妇科的要学。 在学位中带有门,护,窗,有字的,如。 带门字的学位, 晕门,梁门,关门,滑肉门,鸡门,冲门,神门,风门。 阴门,魂门,荒门,金门,幽门,窃门,夜门。 耳门,金门,张门,七门,石门,命门,雅门。 带护字的学位,气护,破护,脑护。 带窗,有字的学位, 阴窗,天窗,木窗,天有。 门户,是房间的出入口,两扇的围门,一扇的围户。 在外的围门,在内的围户。 隐身到学位,则是人体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。 门较大而户较小,窗,有之一也类同。 因此,上述学位都是人体经络系统上比较明显的开口处。 在学位中带有渠,道,交,会,观字的,如。 带渠,道字的学位。 金渠,水道,灵道,围道,神道,神道,陶道。 渠,道围沟渠,道路,上述学位均有此意。 带交字的学位,三阴交,交信,阳交,阴交,银交,会阳,交,围道路,管道的交叉处。 上述学位均为两条以上的经络相交处。 带官字的学位,下官,官门,闭官,官源于,隔官,时官,内官。 外官,上官,西阳官,西官,官员,腰阳官。 官,有官,爱,官节之意。 在中医里还有肚脐旁边的意思。 官门,时官,官员,官员于,均已靠近肚脐而明。 其中,官员也有固守元气的含义。 阁官,内官,外官,遥阳官,均取官爱之意。 西阳官,西官,闭官,下官,上官,则是取官节之意。 在学位中,带有公、雀、府、摄、堂是字的、如。 带公、雀字的学位,听公、劳公、子公、神缺、聚缺。 公雀,为古时帝王所居住的宫殿。 用在学名中表示重要之地。 带府、摄、堂是字的学位。 中府、天府、少府、渔府、丰府、丰府、辅社。 七社、异社、神堂、玉堂、印堂、智市。 辅、社、堂、市都是住人的房子,府较大而社较小。 堂为听堂,市为内市。 用在学名中表示储存某种物质的空间。 在学位中带有山、灵、丘、谷、尖、切字的、如。 带山、灵、丘字的学位,成山、外灵、印灵犬、大灵。 阳灵犬、凉秋、商秋、外秋、秋须。 山、灵、秋都是地势较高的地方。 用在学名中表示此学所在之处肌肉隆起。 或契机聚集。 带古字的学位,河谷、县谷、漏谷、前谷、阳谷。 足通谷、染谷、阴谷、复通谷、律谷。 带肩、妾字的学位。 阴妾、伏妾、妾门、二肩、三肩、剑石、行肩、抢剑。 谷为两山之间的家道或河道。 用在学名中表示两侧骨肉隆起。 中间有家道、契机运行平换或为精气汇聚之所。 肩、妾为空隙的意思,其处小于谷。 在学位中带有海、池、泽、泉、西、勾字的、如。 带海、池、泽字的学位。 血海、少海、小海、赵海、气海、气海鱼。 驱池、天池、阳池、风池、池泽、少泽、驱泽。 海、池、泽皆为蓄水之处,为大小有别。 用于学名,亦表示真气蓄积之处。 带泉、汐、勾字的学位。 印灵泉、急泉、泳泉、水泉、天泉、阳灵泉、曲泉。 连泉、阳汐、泻汐、天汐、后汐。 太汐、辖汐、支沟、梨沟、水沟。 泉、汐、沟皆为流水之道,为大小有别。 用于学名,亦表示真气流金之处。